高盛集团的分析师表示 标普500指数五大科技类成分股 Facebook、亚马逊、苹果、微软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的市场领导地位 正受到一系列即将到来的风险的威胁 这五大科技股目前在标普500指数中 所占权重之和高达21% 五大科技股在过去五年时间里 升值了5万亿美元 占到了同期标普500指数市值增长的29% 五大科技股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首推反垄断干预 除了微软以外 其他四家公司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和调查 这些诉讼和调查 涉及他们的市场力量和竞争行为等 从商业诉讼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 反垄断诉讼 再到美国国会的调查 但分析师们补充称 这五大科技股的相对估值保持稳定 这意味着反垄断行动还没有造成重大影响 美国政府拟议的28%的企业税率 意味着五大科技股的盈利 将比华尔街分析师的共识预期低9% 与此同时 针对美国富人的资本利得税税率 可能会被提高近一倍 如果资本利得税税率将在2022年倍上调 投资者可能会选择 在2021年以较低的当前税率实现一部分可观的资本利得 另外 五大科技股的估值倍数已经变得很高 这也对其前景构成了风险 与此同时 未来几个月利率上升的可能性也是一种风险 不过 从历史角度来看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仍旧处于极低水平 这支撑了高成涨股的估值 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